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要来炸油虫酥喔 油虫酥跟你讲这个家里一定要做 因为真的很好吃 你光是傻米然后配一点点都很好吃 那這個是基礎食譜裡面的 所以一定要做喔 就直接啟動100克的油 要符合它的量 放了100克的油 20克的紅蔥頭 蔥頭也是切成長條的 油都可以切成圈都可以 這樣會有一個小配包喔 紅蔥頭跟油的時候 我們要攪拌均勻 所以其實我有時候會 用它的速度去把它拌勻 加一個反轉 轉個幾秒兩三秒 讓紅蔥頭跟油混合在一起之後 我們再回去操作高溫食譜 這樣就好了 那一樣他會提醒說 請你放上防腱蓋 可是我通常我會很喜歡這樣子看一下 看它的狀況 然後再把它蓋上去 OK 紅蔥頭它也可以把它換成蒜片 那我剛剛有想過 我如果今天紅蔥頭不夠的時候怎麼辦 我有洋蔥 我是不是可以順便就加一點重量下去 都可以 就是你想要玩什麼都哪可以 好 紅蔥頭有洗過的時候 它其實水分比較多 你可以從洞口這樣看它的狀況 如果你覺得它還是白白的 這個時候呢可以加一點時間 我們這個是可以加時間的 加個一分鐘兩分鐘看一下狀況 避免失敗 黃金色的 乖齁 再給它一下下 很香喔 做這一道之後不要半夜做 來我來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 就好了 有沒有很漂亮 我聽到有滋滋的聲音 OK